奇妙的水 如果我说水会往上流,你会相信吗? 确实,在某些状况下,水会沿着木橘向上或向四周移动哦。 我们来想一想,生活上有哪些实力呢? 哇,妈妈,今天的花擦得好漂亮哦! 嗯,我也觉得还不赖哦。 哦,今天的花财也很新鲜,可以持续的比较久吧。 嗯,为什么花盆里不用放很多水呢? 可以用插花海绵吸水就好啦,只要保持海绵湿润,就可以提供植物水分了。 嗯,为什么海绵会吸水呢? 很多东西都会吸水啊,像是毛巾、棉纸、布、纸等等的,有细分的物质就可以吸水。 嗯,你们看。 别的东西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嗯,塑胶呢? 你试试看啊,像这样水沿着物品的细缝往上或往四周移动的现象,就成为毛巾现象。 我知道了,像是渲染化,还有酒精当中的酒精,都是香红的原理。 嗯,对,没错,你很聪明哦,会举一板三。 诶,我们来试试渲染化好不好? 好啊,我们先来准备各种颜色的水,还有棉纸吧。 OK。 爸,这是我跟挺挺中午做的渲染化,怎么样,很漂亮吧? 嗯,这两个家伙可是弄了一整个下午呢。 嗯,很有艺术感。 这可是利用水的毛巾现象做成的哦。 嗯,毛巾现象。 你们可知道,水除了毛巾现象之外,还有另一种红巾现象吗? 红巾现象更神奇哦。 吃完饭我再表演给你们看,反正鱼缸也差不多该换水了。 呵呵,好期待哦。 这样就可以了吗? 水喷,先放在鱼缸旁边。 先将水管装满水,再将水管两端,其中一端放进鱼缸。 另外一端放进空水沉中。 哇,真的好神奇哦。 呵,水自己慢慢流出来了。 嗯,爸爸,你好厉害哦。 哼,这就是红巾现象,水会自动流出来。 我们一定要去告诉同学,我爸爸是日以下的魔术师。 你也可以啊,来,帮你们来试试看。 人类世界的组成。 小朋友,你在电视上看过哪些不同国家的民情风俗呢? 不同人所组成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又该为社会尽到哪些责任呢? 诶,啊,你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啊? 哦,我在看琼斯杯篮球锦标赛啊。 这可是我们台湾篮球每年跟国际交流的好机会哦。 琴琴,你来得正好啊,我们一起看吧,今天是我们台湾队跟纽西兰队的比赛哦。 好棒哦,诶,你看,纽西兰队在做什么啊? 怎么不赶快练球,却聚在一起跳舞呢? 哦,这个啊,我爸有跟我说过哦,他们是在跳纽西兰原住民,也就是毛利人传统的战舞呢,怎么样很有气势吧? 哦,我知道了,就好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勇士们在打猎之前会跳战舞一样,对不对? 哼,真的好有诈势哦,看得我都热血澎湃了。 嗯,诶,比赛要开始了诶,中华队加油! 加油! 唉,好可惜哦,中华队这么拼尽全力的打球,可是还是输了。 啊,你就不要难过了,看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好饿哦,我们去厨房找找,哪里有好吃的吧? 诶,清清,你等一下,待会我爸妈会带我们去跟王伯伯一起吃饭,你会不会一起来啊? 嗯,还是不要好了,太晚回去,我爸妈也会担心的,你就好好的去吃一顿好的吧。 嘿嘿,不用你提醒,我也会大吃大吃的。 嗯,真是的。 安安啊,看到王伯伯怎么不卫生好呢? 哦,王伯伯好。 呵呵呵,安安乖,老王啊,听说你家贵公子要入伍了。 嘿,是啊,当兵是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所必经的路程,看到他要去当兵了,我内心里非常感动,也高兴得不得了呢。 爸爸,为什么男生都要去当兵啊? 因为国家保护我们,我们当然也要为国家跟社会提供一份力量啊,这是我们殷尽的责任,懂吗? 哦,我了解了,我以后也要去当兵,开坦克车,把敌人杀得骗斩不了,杀! 呵呵呵,安安啊,你小时候就有这种志气,很不简单,王伯伯给你鼓励一下。 呵呵呵,没有啦,呵呵。 平方公分,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CM,什么又是CM平方呢? 让浩浩哥哥来教你吧。 嗯,好奇怪哦,这个板子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格子啊? 哦,那是平方公分板啊。 啊,什么是平方公分板啊? 你仔细看哦,那些格子的每一边都是一公分的格子, 一个格子就是一平方公分,像这样的板子就是平方公分板。 哦,这些格子都是一平方公分啊? 嗯,是啊,你可以利用平方公分板来量许多东西的面积哦。 真的吗?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许多东西的大小了哦。 嗯,试试看吧。 嗯,爸爸的名片刚好有四十个格子,是四十平方公分耶。 没错,四十平方公分可以计成四十CM平方哦。 啊,CM是什么意思呢? CM是公分的意思,如果只是一个M,就是公尺啦。 那,我要量数学课本的大小,这样一个平方公分板不够量耶。 哦,那你不会拿两个平方公分板去量啊? 呵呵呵,对哦,我忘记可以用两个平方公分板合起来量了,我来量量看。 诶,不对啦,你量的方法错误了。 为什么错误?没错啊。 量的时候不可以有空隙,如果有空隙就不准啦。 啊,我还以为没有关系的说。 哦,关系可大咯。 量面积的时候不能有空隙,这样才量得准哦。 嗯,谢谢哥哥教我。 呵呵,不可以。 嗯,谢谢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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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